经过换心手术之后 人的生活会不会有影响呢 来看就是30年前 动过一场换心手术的患者 叫做李秀英 动手术的时候只有23岁 不过现在已经存活超过30年 这中间他还罹患过两次癌症 靠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现在已经是当今亚洲 存活最久的换心人 与医疗团队一同切下 代表着30年的大蛋糕 因为在1991年2月4号 心肌炎患者秀英成功换心 至今已经超过30年 成为全亚洲存活最久的换心人 大概在5年的话 应该大概有70%左右 那么在10年可能到了50% 到了20年就少了 大概30%这样 差不多这个情况 那在我们这边的成功率是 比一般全世界的平均要高了不少 统计至2018年底 全台总共有1073例的心脏移植 而振兴医院则是从1988年7月至今 已经完成了537例心脏移植手术 其中以当年23岁的换心人秀英 最为人所熟悉 不知道是吃药还是什么的关系 就是会有一些病可能就会比较多发生 可能那时候得子宫颈癌 然后也得乳癌 可是我觉得我还蛮庆幸 就是还蛮感谢医生团队 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照顾 就是像我们这种换心病人 秀英换心之后的30年间曾经罹患一次乳癌 一次子宫颈癌 单独因为及时发现 很快就成功治疗 这些医院更表示 现在是打破30年来的亚洲记录 接下来再过4年 就可以挑战世界记录 成为存活最久的换心人 见证生命企迹 晚安新闻外传承知许的台报导